大老师说 就是每个人对梦想的执着 心中都有一团火 可是我想说下一句就是 我们的心中有一团火 可是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 就是身边的人 其实不知道你对梦想的执着 和你对于 你想要获得的那个东西 那一种坚定 只有你自己想要去努力地获得它 想要去把这个专业 这个事情做好 说点实在的 就是当时我在画画的时候 大家从高二开始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双修 可是我自己会 每周五回家过后 就尽快地把文化类的作业写完 星期六早上 就尽快地骑着自己的自行车 然后去高中的学校 就自己在画室里面 会给自己加一天的画 我想说只有我自己 每周多花一天的时间 然后用更多的时间 才能够把这个基础做得更好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我当时就是 甚至于就是 在集训的那段时间 我还在那个画室里面 有一张自己的小床 然后就是经常 累了的时候歇一下 然后又继续画 这就是当时高中 最难忘的一些事情 也非常感谢当时高中的 美术老师一直很鼓励和支持我 让我一直坚持地去选择画画 和选择设计这个专业 你考进成都理工大学的时候 专业成绩在同年级当中 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般的 对 因为当时我身边的同学 他们有复读过的 还有拿到过美院的一些资格证 可是我是因为在高中的 只是在学校里面集训 我就没有去参加过校考 我也没有他们那些经历 当时我刚刚大一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 真的 就甚至心里面都有一些小小的自卑 觉得很多时候 是不是自己缺少那一些精力 然后就觉得自己 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些 我觉得咱俩大一的时候特别像 我也是大一刚入学的时候 晚上把男生们聚在一起 熄了灯以后 天南海北的聊 人家说齐悦 说夏青 说那些在中国波音主持的历史上 创造过辉煌成绩的那些老前辈 我接着发现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不知道 我除了我老家的那个授业人师 我不认识 大学里藏龙卧火 这么多牛人 我离人家好远好远 我当时我真有一种感觉 就觉得我大学四年完了 你当时有这种同感吗 就觉得 就觉得咱和别人的基础差太多了 对 就觉得好像大部分的人 他都是从小就开始学 然后我只是高中才开始学 而且我还所学的一些条件 都非常有限 对 就会这样的想法 那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一段 我只是在大一的时候 尽可能地把专业类的课程 认真地去学习 然后有可能的时候 就是去多关注一些 艺术和设计类的展览 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大咖 然后了解他们的一些动态 去观看 去鉴赏一些 多学习他们的一些 成长经历也好 作品也好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到了大二上册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的成绩 好像也还是比较靠前 是这样子的 我大一上册 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会儿就是我们年级 是有101号人 然后我当时是取得了 24名 第24名的成绩 中上 对 然后到了大一过后 就是大一下册 可能又继续坚持嘛 一整学年就是年级第十了 然后到大二的时候 大二的那一整学年 然后就是年级第二 然后到了大三 就是也就是今年 刚刚结束那会儿 结合前三年的成绩 就是年级第一 年级第一啊 那还很厉害 那我说实话 我把把我们的胃口 都吊起来了 真的要看看 你的作品了 虽然他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 专业成绩相对一般 但是他在大四的时候 被学校保送研究生 到了在国内 视觉传达设计领域 名列前茅的高校 苏州大学 这个小伙子 还是非常厉害 好